作北朝南 會才在東南 門也開東南 其實收財方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要更加分的話 還有一個小秘房可以開 當你在作北朝南的房子 門開東南的話 在東南方可以放一個會動的石來運轉流水盆 在石頭的地方 就是 就會轉的 石頭轉轉轉 要往內轉 往內轉 每個採水人往內 那怎麼樣可以讓人潮進來 對 其實人潮進來的話呢 我覺得他首先有一步的做到 是 就是讓你的貴客走紅毯 紅玉島方 但是呢 人氣要如何聚集更多呢 我們之前就講過說 餐廳啊或是 餐廳的空間或是開店的空間 你要增加班 可以放一個鏡子 鏡子 在這一面下 他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都放一些 日本的一些 廣告風格的 所以我們是把拉麵風格的拉麵 是怎麼煮拉麵的 歡迎光臨 哇 你看 才是提到鏡子而已 剛從現在錄影中 我們時間了 歡迎光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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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欸 鏡子 才講到鏡子兩個 就是 鏡子這麼可愛 就是你知道開東南門呢 作為常常開東南門 這樣的現象已經都不稀奇了 所以我非常恭喜 而且我覺得南北向的房子 除了大門開的向之外 都滿幫忙的 其實他整個店內的中華風格呢 我覺得他剛好有合到一個點 目前的點是用木人風 木族風 真的 對 因為作北朝南呢 北方淑水 南方淑火 木就是通關 所以呢 用木來去升這個火 水來升木 所以水木火都相升 所以他裝潢的風格呢 用一點只要帶點紅色 或是木文風的 都是光致 欸 你真的耶 有耶 有洞耶 其實其實感覺好溫暖喔 其實我滿喜歡這種很簡單的 對 很靜靜的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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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長型的 對 對 說要長型房子的話呢 就是要看中段的部分 中段 中段 長的就要看中間 因為中間最容易可以按 對 因為沒有踩光嘛 就沒有踩光 沒有踩光 所以呢 他這個往這個長長的廊走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呢 除了這一個穿長風之外 他這邊呢 走廊呢 也是隱藏了一個很嚴重的穿長風 蛤 是 好 那我們去看背後 我剛剛是不是很長型 你幹嘛 對啊 我剛剛褲子都沒有扣好 你都不提醒我一下 有什麼關係 我有點故意的耶 怎麼我故意的 我是真的沒有扣好 這樣子比較端莊一點 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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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我覺得在到中間這一段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在納悶 為什麼 納悶 因為一般這種餐廳啊 廁所一定都會在最後面 嗯 就跟你講話說 請問一下洗手間在哪裡 然後說 走到最底喔 通常都這樣 嗯 可是你竟然是在中間 對呀 因為你穿在你整個房子的中間 對啦 因為我們這房子很長 所以說變成這本來 廁所位置就在這裡 那為了不要再動到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做個裝潢起來這樣子 好 就剛好在這裡 非常漂亮 是啊 你看這邊還可以枯樹乾 我覺得上面應該放一隻鳥之類的 一隻樹 那為什麼在中間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它長型的房子怎麼樣 中段本來就會很暗的 根本沒有任何的採光 而且呢 沒有採光的情況下 本身晦氣就很重了 但是你的晦氣呢 又加上更大的晦氣 廁所放到中間的話呢 就會形成呢 會晦氣 對 太極呢 整個工位呢 會變成破財 然後是非 那重點呢 是健康的問題 會產生最大的影響 健康 健康 對 一定是在這邊最常的 老闆員工啊 然後例如說要生病 大家輪流生病啊 等等的 就會很辛苦啊 是喔 對耶 對耶 前陣員工常常會輪流請假感冒啊 還是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子 都是因為病請假 很少因為是假 對 所以就是測試很煩心啊 對 是喔 說真的做濕的 最重要是衛生病啊 沒錯 所以說我們員工必有感冒症狀 我們就想要在家休息 不要再來 對 沒錯 這樣大家就會變得很忙 就是要輪流更 變更累 就會更容易生病 是喔 惡性循環 多型 多型一個就是一個人事成本 對 沒看我今天在這裡就是有兩個感冒 對啊 好漂亮喔 對啊 就變老闆很辛苦 對 員工也很辛苦 對 所以大家就追這個要改啊 對 那如何破解呢 其實呢除了在廁所呢 我們之前講過放黃金格之外呢 對 像他這一面牆呢 我們可以掛衣服呢 有蓮花的圖 不合他的圖 蛤 為什麼要蓮花 因為蓮花的話蘇玉年不染嘛 為什麼不去掛 那就打開了的話 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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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連花本身就有清淨 因為老實講 我剛剛走進來說 我會以為餐廳就是照這 所以小小一點就好像很溫馨 就沒想到 這只是在中間耶 後面還很軟 對 你看 你不想就不知道後面還那麼多位子啊 後面的風格就感覺不太一樣 對 對耶 用心的設計 是 就是前面沒有位子能慢慢感受到 對 是是是 這樣可以嗎 其實呢 當然有點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房子太大的話呢 它這個呢 氣被拖著 代表什麼 你的氣被拖尾了 拖尾的話 它會形成也是類似包袱的一種概念 這個整個拖得有點太長 那我們該如何處理呢 因為呢 從這個位置呢 看到門口這樣整個出去呢 它是一個很大的穿袋 代表什麼 財庫被穿破了 不是不賺錢 是拒不了財 人員留不住 而且開餐廳呢 最怕人員留不住 對 等一下呢 它還有一個地方呢 是造成它人員留不住 一個很大的破壞風口的地方 那我們先解決這個穿堂 穿堂怎麼解決呢 一般我們解決穿堂的話 是不是要放屏風 或是屏風 但是因為它店面的關係礙於動線 不能放屏風 所以我們在這個出入口的地方呢 可以放一半那種日式的門簾 不然呢就可以了 紅門上面這樣 就像我們的泡溫泉有沒有 放一半的 短短的一半的就可以了 對 那為什麼它這個格局可以只掛一半呢 因為呢開店面呢 你也不可以完全封閉 是 當你完全封閉的話呢 這樣的話你的客員會變得很窄 所以呢我們掛一半的門簾 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還是讓它通風 可是呢我們有遮蔽的效果 是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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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其實呢我們隔壁還有喔 隔壁還有喔 對 我們這邊 你看從這邊進 你這個後面還有耶 嗯 你還沒有坐位嗎 沒有 但是那邊就是我們員工休息室 你看 員工休息室 對 所以會不會就是這個 你知道員工不想休息 還是太想休息 所以我剛剛一講到 員工什麼問題 其實真的蠻重要的 我真的人員是最大的問題 你辦公室就是在那裡的地方 對 所以請老師 好 那好 店面中斷通常較為潮濕陰暗 而廁所位於正中央 更加重了晦氣 影響員工的健康以及財運 最好在廁所內擺放苦重黃金葛加投射單 廁所外牆則可擺放蓮花或荷花鼓 來化解廁區中所帶來的煞氣 而長型的店面 從門外便能一眼看到後方空間 形成穿塘風造成漏材 在不影響動線以及視覺觀感的情況下 可以在中段的地方掛上管室門簾 來減緩漏材煞 對 對 就是我們員工來這邊換衣服啊 還有放他們自己一些儲藏的東西 還有小小的那個Locker Room 對 還有這個電視器 對 還有一些客人的流量狀況 對 通常我們店長會待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待太久好像覺得 你待不住 你待不住 對 但是因為這是消防局規定的 所以我們後面就是一個消防門 對 曹森設備 所以說我們是符合曹森設備 而且一直有紅紅牛的聲音 因為你上面是那個 風口啊 風管 因為我們就是從那個廚房 一直連接一個風管 把廚房的煙口往外排這樣 嗯 也太長型的 你看這風網多長 對 而且又好想在上面爬有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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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最厉害的函宇人 他凶宇人 我感觉店长要长时间坐在这边是 对 而且我们刚刚做过员工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不然员工 店长常常都在这儿 每天几乎在这儿待很久 那一直以后我们也会影响 那你先思绪或者是决定 对 现在员工大家相处的状况 还不错 都很不错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家分店 那其实各个分店都会有员工的问题 因为像我刚刚说的 员工可能会感冒生病就没有来 或者其实现在很多小孩子真的很奇怪 他们可能来上班没三天 可能就不简单 然后也不讲 对 然后不然就里游很好笑 我妈妈叫我出去倒垃圾 她出去倒垃圾就不用 就不用来了吗 好奇怪 你女朋友那边倒垃圾吧 对啊 就是会觉得有些很多 你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这个服务业最困难最辛苦的地方 其实带人真的 没错 带人真的要带血 如果他心不在的话 理由就是特别多 对 然后像这 对啊 像这种店长座的地方 店长就是要管排版 他要管这个人员的管理 所以公平性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对 所以如果大家计较出这个工作 谁多谁少的话 其实在这个空间格局里面 确实就会存在了很多口诚实备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店长座的位置 对 那店长的后面呢 刚好是内门 哦 门还没动的 对 然后这个门呢 进出口又是厨房的门 然后再穿过去呢 全部也是一件船型 所以他这个地面呢 就有两件 两把件这样撑过来 然后门对门呢 他店长背门 所以带有拜扇 所以自己店长本身的靠山也不够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当他会觉得有点孤立无远 倒上去上面也不停他 然后呢 下面呢 也不会去支援他 所以呢 他会觉得 坐久了会有点孤立无远的心态 猫咪 猫咪 你真的有这种感觉 我们在电视上 猫咪 你有这种感觉 猫咪 喵 喵 所以长家的人员呢 如果 对 妈管的话呢 其实很可怕的 然后还有呢 他这个格局当中呢 因为消防的关系 所以他整个封管呢 他的动线的流排的方式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 为什么他的封管呢 整个压到这个进出口门上面 对 所以他门上面呢 开了一个洞 对 代表什么呢 因为后阳台呢 或后段呢 代表后代子 那上面有一个洞呢 封管呢 代表脑袋都会有洞 所以脑袋会放空 然后呢 老板呢 就要亲自去指导 每一个人怎么做 像这样老板就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对 脑袋都有洞 人家在讲啊 对啊 不怕那个神一般的对手 只怕吹一般的对手 对 人家在这里找个破几颗 对啊 想怎么听不懂 要找个破几颗 对啊 你只想一颗你听你 那一颗一颗一颗 对啊 其实做事业人才最重要 对对对 论人员管不住 论人员不够阶级 不够主动 你必须要再三天临的情况下 真的就会很辛苦 那怎么办 煞气严重 人工被动 老板们该如何是好呢 会议室特殊招财务 助理开拓事业前提 如果你要增加这个事业 做更广化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会议室的地方 可以放开 因为它是蓝色的嘛 所以呢 它也可以增加这个财气 财水的行程当中 来去增加它的事业很轻轻